大家好 我是五仔 這一節又跟大家講一些 跟你們生活息息相關的話題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的廣播 今集說什麼呢? 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次跟大家講一些健康話題 其實在全世界 又或者在亞洲地區 有一種症狀 有一種病 都是在我們生活當中 都比較叫做頭號 會容易奪去我們的性命 而講到很多人很容易患有這種病 這種病是什麼呢? 就是癌症 原來其實在我們日常生活當中 有些食物吃了 癌細胞很害怕 說到它可以幫助我們遠離癌症 究竟有什麼可以令到癌細胞害怕呢? 我們吃些什麼 原來可以有用的呢? 一起研究一下 因為始終我們之前說的糖分 癌細胞 士糖 就會誘發出來 好了 我們吃些什麼可以令到它 一塊走開呢? 現在真的跟大家一起研究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一下 當然我們首先要知道 癌症很簡單去概括一下 其實很簡單 每個人都會有 其實是我們自己裡面的病變 或者這樣說 因為基因突變 導致失控而形成的東西 所以有人覺得 每個人身體上基本都有癌細胞 究竟是否真的有這件事 為什麼會引發這件事 其實 癌症 有人說起來好像很恐怖 其實癌症的前身 其實只是一個很普通的細胞 可能因為我們的環境 身體的變化 或者細胞複製的錯誤等等 不同的因素 導致它的基因異變 這種異變就會造成細胞癌化 其實 說到細胞癌化 去到這個位置 可能大家都很害怕 其實就不需要害怕 因為 正常一個健康的人 都會有這些癌細胞 每天說有幾千個 當然 如果你說沒有東西 搞了幾千個 如果你想想 人類 每天在做這麼多 這些 癌細胞 錯誤的細胞出來 那我們 真的有很嚴重的時候 一早就滅絕了 我相信 對吧 為什麼我們仍然可以 很多人都很健健康康呢 這件事就是基於我們身體內 有一種能夠抵抗癌細胞的防禦機制 這就是去除身體內移密的保護功能 有兩個階段 我們這個防禦機制 第一個階段 就是細胞內的基因防禦機制 細胞的運作可以透過基因進行適時去控制 當然 這個防禦機制會受到不同的外來因素影響 導致它的防禦機制出現問題 例如 經常都說 吃煙喝酒 有病毒 有紫外線 等等 這些 種種不同的因素影響得到 就會影響 我們身體內的防禦機制 當這個機制一運行的時候 它可以 控制細胞 自動修復 或者令它死亡 這些是有壞的細胞 弄死它 這些受損的細胞 修補它 即是我們的機制會這樣 預防細胞出現異變 但是如果 我們的防禦機制沒有辦法壓制 或者導致這些細胞無限分裂真身的話 就會出現了癌細胞 但是 其實人體不只有一度 有兩度 有第二度的防禦機制 就是透過免疫 去保護我們 這個免疫系統 就會攻擊這些癌化的細胞 讓它在大量增生前 一舉先滅 即是不讓它再出來 好了 去到這個位置 當然 簡單一點去解釋 癌細胞出現 但是其實 本身 我們日常生活當中 經常都說 亞洲人原來 很容易有癌細胞 之前我們解釋過 因為 他 試糖 我們經常吃飯 白飯 精煉的東西 這些都是 一個主要的原因 好了 今次我們說一下食物 有什麼 我們可以 叫做 真的令到它害怕嗎 舉例 你會看到 鹽舌 老鼠 蚊 蚊 原來用的 艾草 辣椒 舉例 這些東西可以驅趕他們 原來癌細胞都有 原來也會怕食物 有什麼可以 叫做防癌 甚至乎 有人說可以用來殺 對抗得到癌細胞 一起和大家看看食物 一種食物 黑朱古力 朱古力也有很多種 你也知道 有可可成分不同 有些 黑朱古力 比較濃的 70% 那些 不甜 是苦的 原來 這個黑朱古力 含有多分類化合物 它除了能夠幫助我們 心血管 即是預防心血管疾病 而且 說到可可 裡面 含有 黃軟醇 黃軟醇 屬於黃銅的一種 不是黃糖 它跟氧化和抗發炎有關 所以 醫學的角度來講 已經認定了它能夠抵抗和減慢腫瘤形成 這樣有關係 當然 其實 你一聽完之後 就行了 我最喜歡吃朱古力 買多兩排 你當然不要這樣做 因為很高熱量 吃得多 會出現了 就算你沒有癌症 你會變成肥仔 肥仔又變成你的問題 好 接著 第二件事 就是生果 藍莓 這些莓果類的水果 原來裡面含有很豐富的青花素 濾黃銅 這些植化物 是很好的抗氧化劑 能夠除了抗衰老 提升免疫力 也有防癌效果 其實你去到這個位置 抗氧化這件事也是很重要 你見到我們剛才推介的那些 也是有些抗氧化的 其實這樣說 有人說抗氧化 其實就好像抗衰老 令自己回復青春 既然藍莓這些果類都可以 這個當然是小不免可以 番茄 番茄經常都說抗衰老 可以幫忙 真是回復皮膚彈性 有研究報告指出 一個月內 你最少吃4次番茄 前列鮮癌的風險降低50% 真是男士恩物 而且茄紅素 對多項癌症預防也有很好的效果 所以番茄 我們也喜歡吃 番茄湯 番茄炒蛋 很多不同的番茄的食材 或者菜式 我們也喜歡吃 這件事可以告訴你 有益的食材可以吃 另外 這件事 想不到 正所謂吃東西吃未到 這一檔咖喱認真好 吃咖喱 原來咖喱中 獨特的薑黃素 薑黃素其中一件事 又可以幫忙炎症 幫忙消炎 原來在很多項研究發現 薑黃素 可以幫助清理人體腦部 加速有毒蛋白質沉澱 避免記憶力損失和混亂 預防失智症有效 另外可以令大腸息肉縮小 又或者抑制癌細胞的基因 減少細胞發炎的反應 薑黃素在皮膚癌 口腔癌等各個部位的癌症 都有一個預防效果 吃咖喱 當然我們知道 原來是關於薑黃素的原因 所以大家有時候 不一定只吃咖喱 吃些含有薑黃素 因為薑黃素 其實也是抗炎 又或者抗氧化的 抗氧化 抗氧化有很多 抗氧化裡面有些 紅蘿蔔 胡蘿蔔 豆類 二黃銅 還有類胡蘿蔔素 這些都是可以抗氧化的 就是蕃茄 紅蘿蔔 西瓜 魚根 蘭菠菜 胡蘿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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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茶當中有個茶丹靈 茶油酸也是主要的抗氧化物質 能夠抑制腫瘤血管新增 亦令到癌細胞慢慢癡 預防癌症 另外綠茶抗癌的功能 再新增一些 除了腸、食道 連口腔癌都可以 綠茶都可以弄走 有試過美國的牙醫學院研究人員發現 口腔癌細胞 和綠茶接觸一日 24小時後 會大規模死亡 正常的細胞 完全不會受影響 嘩 用來嘔吐也好 不喝也用來嘔吐 好 嘩 真的 所以 其實這些事只是天然 不是 甚麼合成物 不是 全部是我們的大自然 得到回來的 所以 為甚麼經常 又另外這樣說 叫你好好對大自然 不要令植物 食得的東西 全部污染了 到時候你全部污染吃不到 人類真的想健康生長也不行 這件事也曾經有很多人 甚至乎 阿秋冠 當時聽五仔說 他們會偶爾教 喝紅酒去防癌 其實有很多明星都會說 他們不是砍的 不是整枝妻來的 可能是一小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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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做法 原來紅酒裏面有丹寧 抗癌的物質 紅酒裏面加上葡萄果皮的青花素 能夠保護人體免受自由機的傷害 同樣地這件事也是所謂的抗氧化 一樣很重要的一環節 因為葡萄 藍莓 草莓 剛才我們說的那些 是屬於分類多分類 或者分類化合物 這些都是可以叫抗氧化的 紅酒對心臟防癌有益 但喝得多是傷乾的 有時候有些事就是這樣 你不能夠十全十美的 只能夠少少少少少 有建議叫你每天不要喝過200毫升 其實 還有很多東西都可以叫抗癌 即是花生等等 除了這些之外 其實我們 有研究報告 人類為何有這麼多癌症呢 其實最少 原來有35%的癌症 都是我們病從口入 舉例 肺癌 直腸癌 乳癌 等等 全部都跟我們飲食 都有一個不可分割的 關係 所以 有很多東西都是 抗癌 剛才我們說的其中一些 其實有醫生說 在我們日常生活當中有很多東西都可以隨手可得用來抗癌 簡單一點 就是那些新鮮蔬果 因為新鮮的蔬果含有這個直化素 是一個非常之便宜 又可以抗癌的食材 說到黃色、紅色、紫色的蔬果 經常都入面有淚黃酮酥 這一類的植物 亦都是非常之厲害的抗氧化 除了防癌亦都抗菌 抗過敏 其實來來去去都是那幾樣東西 入面不同的物質 或者我們吃不同的東西 全部都可以幫到你 所以經常都是那句 吃一些多些蔬菜 還有 吃一些深綠色的蔬菜 就可以幫助你身體 一些叫做 骯髒的東西 幫你拿出來 窩出來 有纖維 另外 菇類亦都可以提升 個人的免疫力 例如香菇、金針、杏鮑 很多不同的種類的菇類 裡面 含有多糖體 提升人體的免疫力 得到預防癌細胞生成的功能 能夠促進 這個免疫細胞的活性 甚至除虛 拔走一些 生了出來的惡性細胞 當然 不是叫你狂隊 有空就吃一點 是不是 其實我們 華人 喜歡吃冬菇 大便吃魚椒 沒有空 相信有三色椒 還有三色椒 也是有益 很多人也會先將三色椒吃到 原來 糖椒 在那麼多種前進的梳菜 г Whatsapp 對於育膀イ張ordo 非常會幫 61 vær 蒜頭也算了 只顧蒜頭,不過有年的人不喜歡吃蒜 沒有辦法 他覺得很容易臭 因為蒜頭裏面會有直化素 他能阻止硝酸鹽變成瓦硝酸胺 有時候關於健康的事情 其他問題也會將瓦硝酸鹽變成瓦硝酸鹽等等 等等這些沒益的食物,或者我們吃到蒜頭能夠幫到你 南瓜,南瓜也很有益 也可以提到男士恩物,提高精蟲的品質 很多東西都可以幫到手 所以我們叫做吃那麼多東西,喝那麼多東西 原來有些東西真的沒用,有些東西是有益 有些人為什麼好像沒那麼容易,患癌症呢? 原來跟他飲食習慣有關 我們不要因為人類第一大殺手,或者是東南亞 很多地區的第一類殺手,我們很害怕 我們嘗試了解一下他 鑽研一下他,原來身體很緣妙,這個大自然很緣妙 很多東西都可以幫到我們的身體 所以大家真的不妨可以留意一下 看看大家日常生活的飲食習慣 嘗試輕輕地改變,可能會幫到你很多 好,今集時間到這裡,下一節再說,拜拜!